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到了战国的时期就形成了七个国家 秦齐楚言 韩赵卫 这七个国家每一个国家都希望统一 最后秦国统一了中国 在秦国的统一的过程当中 他这种书同文 积同轨 量同狠 人同论 使得共同体的意识更加加深 而这种意识又反过来促进了我们的统一 所以说从秦国统一以后 我们中华民族的共同体就形成了 朝代有这个有更替 这个挣钱有分裂 但是我们的经济文化始终是一体的 中华民族之所以能成为一个共同体 之所以没有出现西方那样的分裂 就是因为我们从古到京 从中央到边疆 从汉族到周围的所有的少数民族 我们都有一个统一的文化 欧洲呢 它再一个呢 它 它的这种和中国的思想 有很大的不一样的地方 就是中国的文化当中 有一个和的观念 它 没有和的这个观念 他们都是以我为主 所以大家每一个人都以我为主的时候 大家只好分裂了 大家不在一起了 他们始终不像我们中国一样 我们这种和的观念 中国的中和的观念 是非常重要的 在中国的传统思想里面 把天下和朝代是相分裂的 就是天下是不变的 朝代是可以更替的 所以在顾炎武 他后来就提出来一个天下新亡 皮肤有责 这样一个思想 朝代的新体 是一家的事情 而天下新亡 是皮肤都有责任 而这个天下呢 就是文化 就是我们的共同的意识 就是我们共同的利益 所以这种天下的观念 我觉得在今天 就是我们在天下 大家都是友好的 所以四海之内都是兄弟 因为我们都生活在这个地球上 我们这个地球就是天下 在这样一种环境下 所以我们必须通过一个大家有共识 我们不仅看到我们中华民族一家 我们更看到世界要走向一个共同翻用 共同发展的 也就是我们要相互尊重 相互包容 相互理解 那么相互友好 这样我们世界才能够太平 感谢观看